因為2758號這個決議文出來的時候就是把中華民國也就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代表權踢出聯合國的時候 應該是國民黨這個時候要更站出來去講這件事情 就我發現你看看侯友宜在美國沒有特別講這件事情 國民黨在台灣也沒有特別講這件事情 彷彿現在美國人在挺我們2758號決議文 這本來就是事實的事實 現在在幫我們講話的時候 那當初最受委屈的那個執政的國民黨都沒有講話 侯友宜在美國都沒有講話 那朱立倫竟然還說他在美國有許多的亮點 我都看不到亮點在哪裡 2758號決議文尤其在聯合國要開議的這個季節 應該是最重要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講呢 國民黨 虧國民黨還提出過一個叫什麼 叫做重返聯合國的公投 我們那時候提出要入聯公投 我們希望加入聯合國 國民黨才主張說我們是不用重 我們不是入聯 我們是要加入 我們是要重返 因為我們曾經就是聯合國的議員 我們是被推 踢出來 那現在2758號這件事情 包括蕭美琴 我們的蕭大使在美國提到這個 對USA Today的這個投書 國民黨應該要支持他才對 國民黨在美國是有代表處的嘛 那國民黨國內的朋友也要支持他 這個是我覺得最匪夷所思 所以我一直在講 現在是國際局勢喔 不要說是對台灣 對於曾經被趕出中國大陸一區 曾經被趕出聯合國 以及曾經為2758號這個決議文作為理由 被趕出其他的國際組織 包括中美洲的聯合觀察員的身份 也是被聯合國 2558號決議文當作理由 把中華民國趕出去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去當了觀察員 這件事情國民黨應該要在這個時候 是要大力的來告訴台灣的人民 也要大力去告訴美國 乃至全世界的朋友說 這件事情拜託大家幫我們仗義而言 可惜沒有 對 我想剛剛那個永鴻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說2758號決議文 他為什麼重要 因為他是一個國際法的法理的一個鬥爭 那中國就是我們這個對岸 這個PRC 的確他最近不斷地用這個部分 那其實以前臺灣人還可以去當一個 就是拿中華民國護照 還可以去那裡面旅遊參觀 他後來就是說變本加厲 連那個護照 觀光這有什麼關係 又不是出席 都不行 所以他的確是不斷地就是說扭曲2758號決議文 所以後來大家覺得要證明 那很謝謝就是說 美國的國會也幫忙就是今年通過的那個法案 臺灣團結法案 特別講到就是說2758號決議文 而且要支持臺灣參加各種組織 因為中國把這個扭曲成一個一中原則 而且過度的詮釋說一中包含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所以臺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裡面 就是他代表 可是大家如果回去看 不管是英文版或者是翻譯 第一個 從頭到尾沒有提到臺灣 這個從頭到尾 也沒有提到ROC 他講的被趕出去的是蔣介石 將該是的那個representative 蔣介石的代表 所以這裡面很有趣的說有兩件事情 2758號決議文從來沒有提 第一個 沒有講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二個也沒有講臺灣或者是ROC的人民在聯合國裡面的代表權 是由這個PRC代表 所以這個國際法的東西要講清楚 因為你不講清楚的話 中國不斷地把他進一步演繹 然後抄議 然後甚至剛剛講 連做一個觀光課 都要去那裡面跟任何一個國家 很多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 其實也是有機會參觀 他完全把這個部分都阻斷 那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陳情是很好的 那蕭美琴在這個USA Today 他是美國一個 很多民眾看的 甚至比紐約時報 看的人還多 比較大眾化的報紙 他在機場 在哪裡到處都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就是他今天像民主國家的外交 其實就是人民的態度很重要 那現在因為中國已經惹惱了 就是說美國很多的民眾 你可以看到他不分黨派的民眾 其實是越來越支持臺灣 那所以蕭美琴透過這個 就是說投書讓美國的民眾看到說 原來聯合國從來沒有就是說 有任何的決議 不讓臺灣人 能夠在裡面發聲 所以蕭美琴訴求說 聯合國不應該讓這個 非常威權的 沒有民主的這個中國 壟斷這麼多東西 杯葛 我覺得是符合現在的民意 那當然我們知道聯合國的改造是高難度 可是一步一步讓大家瞭解到 我們臺灣人這麼好的一個國家 在聯合國裡面 被因為這個威權的中國 阻斷我們的聲音 是一個不符合 聯合國的一個憲章的精神 我覺得是非常成功的威權